属下是江宁主佛胡维庸 这是胡维庸飞黄腾达的开始 因线船有功获得李善长赏识 被推荐给朱元璋后受到重视 获得火速提拔进入文臣核心 李善长被造船之事搞得焦头烂额 强龄日落前50艘船必须下水 达不成或者质量不佳接提头来舰 忽然下人跑进帐里报喜 江宁县所负责的100艘船 已经全部按时打造完毕 李善长丝毫不幸并吃他撒谎 那人又补充他们超额完成任务 总共送来战船220艘 李善长不可思议地跑出查看 果然白帆高挂战船林立 喜得他不禁拍手叫好 船旁有一陌生男子指挥工人 李善长岁上前一问究竟 你是江宁县城 县城患病去职了 属下是江宁主佛 散礼县城市 叫什么名啊 胡维庸